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腾讯和百度支持的电动汽车品牌威马汽车申请破产 如果安全得到保障 中国将帮助公民离开以色列哈马斯战区 中国总理对美国黑名单表示反对 访问了被制裁的监控巨头 等等 请大家收看 腾讯和百度支持的电动汽车品牌威马汽车申请破产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EV初创企业威马汽车已经申请破产 因为它在竞争激烈的电动汽车市场中难以立足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的申请 正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查中 威马汽车希望从战略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 以促使其重生 威马汽车的失败曾被视为特斯拉的潜在竞争对手 这提醒人们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未来两年将有更多新的电动汽车型号涌入市场 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如果安全得到保障 中国将帮助公民离开以色列哈马斯战区 南华早报 如果能够保证安全 中国已经提供帮助其公民离开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地区的机会 该地区的中国公民已被建议保持警惕 加强安全措施 并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 有报道称 有中国工人失踪 但北京方面尚未公布任何在冲突中遇害或受伤的中国公民的详细情况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证实 一名中国工人被误伤 一名中国以色列女性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 中国敦促其公民不要前往该地区 警告存在高安全风险 中国既未谴责哈马斯 也未向以色列提供支持 李强对美国黑名单表示反对 访问了被制裁的监控巨头 南华早报 中国总理李强 李强在访问中国东部企业时 敦促高科技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 其中包括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监控巨头海康威视 李强还在对浙江省的访问中 呼吁国有企业海康威视坚持目标并更加创新 总理还访问了总部位于杭州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供应商Semitronics 并呼吁改善计算基础设施 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基础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个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些新闻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威马汽车申请破产的消息 这家公司在竞争激烈的电动汽车市场中难以立足 最终申请破产 威马汽车曾被视为特斯拉的潜在竞争对手 但这次的失败提醒了我们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竞争之激烈 未来两年将有更多新的电动汽车型号进入市场 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对于公民在以色列 哈马斯战区的安全提供帮助的消息 如果能够保证安全 中国已经提供帮助其公民离开该地区的机会 中国敦促其公民不要前往该地区 并警告存在高安全风险 最后是关于中国总理对于美国黑名单表示反对的消息 中国总理李强在访问中呼吁高科技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 其中包括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监控巨头海康威视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中美科技竞争的紧张关系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努力 对于威马汽车的破产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之激烈 对于中国对于公民在战区的安全提供帮助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公民的关心和保护 而对于中国总理对于美国黑名单的反对 这展示了中国在科技领域自主创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决心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